再看的是高雄县桃园乡 也是因为这次大雨 山区道路又柔长寸断 还好国军很快的 就将道路给修复 不过其实呢 国军这回派出的怪手操作手当中 其中原名本身就是桃园乡民 看到了从小生长的地方受创 他心中非常的不舍 所以第一时间就争取要回家乡服务 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为乡民重新筑起回家的路 在高雄县桃园乡游长寸断辩道上 操作怪手依旧架青旧手 他是八军团怪手操作手谢国胜 但他还有个身份 原来他也是桃园乡当地人 在这个家园里面受困出不来 也是我们自己的弟兄 去把他救出来的 所以他对于这个工作 他自己主动 他提出来说他要来执行这个任务 杭宇来袭 看见从小生长的家乡 又受了苦 他选择第一时间支援前线 即使一天得在崎岖道路上 累上十几个小时 米彩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但历经921地震灾区救援 巴巴封在附建 以及协助高平西书郡 这回更是亦不容辞 争取修复家乡桃园 从小时候生长在这边 看到自己的故乡变成这样子 当然会觉得很难过 跟长官说我志愿来这边 救我的故乡的 去年巴巴风灾震撼还在心头 一阵豪雨家乡又是满目疮痍 抵不过大自然撼动 但他相信至少还能贡献自己这份力量 回到熟悉的土地 为桑民重新筑起回家的路 明星王菊道景雄高雄线报道